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的8月了 数据刚出来,咱们看一下现在洛杉矶房产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今天咱们就选一个城市,看一下这个趋势 其他的大家可以单独问我,如果有兴趣 这里我们选的是2万 我们看它的每尺的单价的中位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目前每尺单价的中位数已经到了739 这个已经超过了去年的一个最高点 相比于去年7月份最高点的同期是上涨了6.9% 也就是说第一个现在房价还是在往上走的 但是其实这个涨的并不多 我们接下来再看它的库存 这个很能说明问题 你看它现在7月份的库存 这个是有多少,是249 只有249 这个大概是去年7月份的一半 按道理讲库存减了一半 它只上涨了6.几 这个是不正常的 它应该涨得更多 因为现在房贷的利率比较高 所以它拉着这个房价才没有让房价往上冲得更多 所以洛杉矶的房价要想稳定住 只有等库存上来 因为利率它注定是会下来的 利率下来的话库存不变 那么房价会冲得更厉害 几乎每天都有客户问 罗杉矶这个房价什么时候能稳定 但是这个必须库存上来嘛 我们现在有库存少的理由 但是还看不到一个库存变多的理由 但是如果发现这样的趋势的话 我会提醒大家的 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呢 就是尽早买 然后买到一个性价比合理的房子 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